大家好,我是小伙伴,我是小伙伴的观战一把 S2 聂熙 先知记者 机球手加小说加这把 不能有四个飞轮吧 先知一个,记者一个,机球手,小说加双坛 小说家会不会双坛加飞轮 这把说实话,这聂熙,我感觉 遇到硬茬了呀 上来,先知先蹲,一刀看到了 诶,这怎么看到的 一跳落地,叉叉,我 我这有点厉害的,这上来直接看到了 机球手这边想打的没机会 诶,这先知倒的,闪现还有二十多秒,人没了 一个进步翻 这边的话,机球手过去 偷偷的先把人救下来 还行,聂熙这边赶过来,你也就两跳 呃,其实这边刚才,有没有机会 保一手,五个爆发球啊 五个爆发球啊,五个爆发球就没有后续了 但这样的话,先知可以举鸟进医院啊 因为先知现在面对一个有闪现的聂熙 单兵一只鸟是真不够 想骗一只鸟,这边先知不上当 好的,来,进度给他先知啊 这边先知的话,绕前绕来不错 就这个时候机球手不动一下吗 闪现一刀 来,接手 给一波压力,给一波压力 说实话,这波接手得打好多东西才行 打好多东西才行 绕过来,还有机会爆发球 聂熙这边起跳 飞轮 刀吃重,继续打 还得打 这个先知可以保起来 这个先知可以保起来的 只要保起来,先知顶鸟 nice,他都可以去摸一手 记者也过来了,保起来 可以了,保起来,走了 这把的话,虽然说丑者前期 是遭遇了一个快速的倒地啊 但是 这一轮先知的牵制 再加上机会的宝人 我说实话,丑者真吹响反击的号角了 现在聂熙拿,这个先知有点没 他鸟没交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在这个点位 先知,我觉得刚才 牵制呢,也吸了半只鸟了 这只鸟先交,交完以后 进点,记者这边掩护 有机会的,因为这个密码机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密码机 总量是已经到了接近三台的量了 我真的这波顶住了 你还真别说 斯林开门战可能性是有的 记者过来 好,人救下来,可以 接手这边的话,这个接手打法他偏 呃,球稳一点 他没有在前期就把这个 球给交了,一个重击 飞脸扭掉 这边呢,接手 看看,可以这个时候先交一波 对,给一些先知的一个身位 拉开 这样的话呢,先知这边还有一只鸟 来,鸟给上 这边,这颗球没有什么效果 打一刀,哇,这一刀 这一刀说实话不心打吧 这一刀打了,这先知进二楼 我捏西就不好追了 这一刀真不行打呀 这一刀打在 这个技术上面,这个先知 真有可能活了 哎,反绕,反绕 哎,哎,小说家这边也能保 真的,这套阵容 说实话,在我看来打捏西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厉害 换位 好,然后这边小说家帮忙下板子 那我继续跟你绕 捏西这边没办法了,所以刚才那一刀 去 哎,闪现 我这波跳家闪够果断 卡板子,吉友所这边的话,球 起爆发,跟你下来 哎呦,帅咯 一个重机飞轮 尽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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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了 尽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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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了 这波,求生者是真大的,我觉得非常不错了 结果这边还想尝试一手 先知是教自己的 所以这个先知已经没有宝头了 现在的话要做的是补状态 而不是修机子 球者如果说这一波选择直接修机子 到遗产就没了 他们要补状态 别修了别修了 快来我需要帮助 补个状态呀 这练习80D能量跳过来 一个记者单飞轮不够用的 镜头调整一个重机 好的放娃娃考 吃一波加速 外面两兄弟直接抢机子 他们这个打法说实话是偏激进的 这个打法比较难去保平了 记者这边是没有大心脏的 机球手这边是教自己的 大概率教自己的 我倒没有留意啊 这个比较难打 其实刚才的话选择全员兜狗 或者说呢 记者不修 外面的机球手和小说家 都在医院里面 然后补状态 可能我觉得会更有机会一点 因为这个属于是 一波流 就命悬一线 在刀尖跳舞的那种 一个重机 好 现在在补状态有点来不及了 打得不错 路人局能够打出这样的一个对抗 其实我觉得我们对观众来讲是赚到的 这个级别的对抗 能打得这么精彩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觉得毕竟不是职业赛嘛 球人这边他们不是一个 那个撕黑配合 我觉得能打成这样子 就非常非常可以了 别打 这里 机油手的飞轮 一个重机 哇 直接倒俩 该来 让我们下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